好 我们来看到现在最新的状况 要马上交给梓杰来 但我们看到的是中华职棒 台湾大赛第二场 今天在大巨蛋争场了 而球员早早就到了赛场暖身 而有入围世界棒球12强赛名单当中的 小可爱江坤宇 也说自己打第一次冠军赛时候也很紧张 状况请梓杰来告诉我们 好 伙伴众 周末最好的活动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来到大巨蛋来看球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球员 已经正在练习当中 因为今天就是中华职棒师将大战的第二战 那么其实现在才两三点而已 看看整个座位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球员 球迷都已经来到现场 准备好要来关赛了 不过其实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看到这个总冠军赛 当然对于球员来说也是一样的紧张 就例如说有一样进到这个世界12强名单的 这个小可爱江坤宇 他也说第一次很紧张 但是听到项民的这个呼喊声仿佛就是自己人一样 我们待会来听稍早访问 就听到项民朋友们大家大声的呐喊 那我们自然就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吧 对啊就是感觉整个球场都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那种感觉 所以蛮谢谢球迷朋友帮我们加油 像我第一次打总冠军赛也是会稍微蛮紧张的 但是经过昨天第一场比赛之后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进入总冠军赛的那种感觉 所以大家应该 而且我们团队的气氛我觉得大家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一起兵战的精神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好你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场真的有非常多的球迷都已经聚集在这边了 不过呢其实因为昨天的盛况吸引了将近四万人来 但偏偏昨天又下了雨 所以其实透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一垒侧外面的这个二楼座位区 其实当时呢因为下雨的关系 所以其实又有漏水的状况 但我们今天实际回到现场发现 目前因为雨不大 所以其实也没有漏水的状况 而且呢体育局以及这个远雄部分 都有拍员在观众进场前 赶快来做一个巡查 所以就是希望呢 这整个漏水的情况可以赶快改善 也希望可以给球迷有最好的观赛体验 以上像我们最新我们把神镜头交换逢内